於是大家會去記DHL 就最信得過 480元一份 而且要排隊 但是如果 正如我上次說 所以我們要不來 你說我不用找你幫忙 但是你又是想著自己做BNO 又想著要用DHL 你就請拿你的手機出來 將我們以下的QR Code拍下來 我們先播放QR Code給大家看看 你拍下QR Code之後 就會開了一個網頁 就不去DHL 你拍下QR Code之後 就會開了一個網頁 就不去DHL 你拍下QR Code之後 就會開了一個網頁 就不去DHL 開了一個網頁 是填一份份 你簡單填下你的證明電話 還有記住要填啤梨歌 或者啤梨頻道介紹 或者是啤梨媽 就可以了 在referral那裡 他就會 第二天聯絡你了 那究竟你是一次過寄一兩本 BNO 還是長時間都會寄東西 如果長時間都會寄東西 他會幫你開一個戶口 給你或者你的公司 但是如果有一兩本 通常就不會跟他開戶口 但是就會用他的戶口 這家公司 或者他們自己的戶口便宜的 或者我的戶口 就跟你們上滿收件 你們不用去排隊 上滿收件 而且價錢便宜於七五折 簡單一點 如果四百萬七五折 你就選九十六 三百六 三百六十多元 三百六十多元 回到回來 為何我們會這樣不斷地說呢 我們當然 啤梨頻道也可以在三百六十多元 舔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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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 亦是另外一種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省錢 亦不用排隊 至於我們之前安排在這個星期六日的馬來西亞和加拿大港座和台灣港座 全部都沒有辦法了 唯有取消了 至於8月1日下午的台灣港座又是to be confirmed 還有補充多一些 十八十九報名的台灣頻道 會搞過視像嗎 是 我們有PM你 你自己去看那條link 另外回答肥斯 剛才說MDHL是DHL來的 剛才那個call 另外回答肥斯 剛才說MDHL是DHL來的 剛才那個call 另外回答肥斯 剛才說MDHL是DHL來的 剛才那個call 是DHL的call 他有上門DHL派人 會上門幫你收拾 他說他試過的call不是DHL 那當然不是DHL的call 是DHL的call 他有上門DHL派人會上門幫你收拾 他說他試過的call不是DHL 那當然不是DHL的call 是DHL的call 他有上門DHL派人會上門幫你收拾 他說他試過的call不是DHL 那當然不是DHL的call 那個是一間 其實你喜歡自己填完那個介紹 就是DHL很多艇仔銷售 其實你喜歡自己填完那個介紹 就是DHL很多艇仔銷售 那是一間 其實你喜歡自己填完那個介紹 就是DHL很多艇仔銷售 他就會用DHL上門 我們的服務都feedback非常好 至於發回E-mail的尼姆上門收件 你有沒有去寄 你發回E-mail 搞清楚肥斯 如果發回E-mail 就應該確認了開了 你那個 就會給你連結 你要上去輸入你的東西 別人才會 就是輸入了確認了 別人才會上門收件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 你WhatsApp我 我就傳回那間公司 就是DHL那裡 那個Sell Set 那個Manager的電話給你 去跟你解釋 因為我已經親自用過了 是很簡單的 填那份form 其實只不過是開戶口的form 但是開不開戶口 就是因為你是不是常客 如果你是一份半份的 他通常會用他公司的戶口 跟你寄 他通常會用他公司的戶口 跟你寄 他通常會用他公司的戶口 跟你寄 就是上門收 都是DHL上門收 然後發E-mail過來之後 你的E-mail過來 只不過是確認你的戶口 或者在那裡開了尾 你還要進去連結 再做 似乎你不熟悉電腦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個 有人有問題 你是第一個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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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